一整天北台湾湿湿冷冷的雨势持续之下 也让北台湾今天温度十分的低 我们先来看到截至目前为止的累积雨量 带大家起来看到 今天台湾环境场水气比较偏多 所以降雨不止北部东北部地区 就连台中也有出现一些降雨状况 当然这个雨比较多的地方 还是集中在北海岸的这一带 像是新北市万里 雷交现在雨量也是比较偏多一些些的 超过了100毫米 也因为下雨云层量偏多 再加上冷空气发微的影响 今天全台清晨温度都低 我们来看到今天的全台低温 您可以看到 今天最冷的地方还是出现在离岛连江 10.4度非常的冷 在本岛的部分最冷的地方 当然就是最北边的基隆了 只有15.2度的低温 另外北台湾的其他县市落在15到16度之间 当然台中以南温度稍微再高一些些 但是也没有到太高 你可以看到也是落在16到18度左右的一个清晨温度 重点是就连今天白天的高温也是低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北台湾的部分 通通都在20 21度以下一整天的温度 基隆今天最高温只有18.3度 当然在中部地区南部地区的温度就稍微来的 太阳光光出来之后比较暖和一些些 26到30度左右的一个白天高温 提醒观众朋友呢 明天清晨全台温度还是低 都会在20度以下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比较早出门的话呢 记得博外超还是要就是穿在身上啊 好好的保暖千万不要这个感冒了 今天晚上到明天持续我们受到冷空气的影响 再加上啊东北风的持续带来一些水气 还是有一些降雨状况 哪些地方会降雨呢 我们通过台湾雨途径不带您来看了 你可以看到持续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你可以看到整个桃园以北 还有东半部地区还是比较容易下雨的 当然呢基隆北海岸东北角跟宜兰降雨 会稍微来得比较多一些些 来到了周五的下半天过后呢 你可以注意到了风场开始转变 而且水气减少了 温度会回暖回来 而且雨势也会趋缓 亚洲雨图进步带您来看 为什么 因为明天的中午过后 周五的中午过后呢 高下出海了 风场从东北风转吹 偏东风甚至带来一点东南风 温暖的空气一进来 当然温度就会回升回来了 礼拜六看起来全台都是不错的天气 请大家好好把握了 我们再过一天就是周末假期 所以在周四的这一天 我们都会为大家来统整一下 未来中午天气会是如何呢 最后一张图我们带您来看 明天最后一天 本周最后一天的上班日了 明天看起来 清晨的部分全台都还是偏凉冷一些些的 北东呢 依旧是会下雨的天气 中南部地区清晨的这个温度会偏低 所以要注意保暖工作 然后周六全台都是可以看到 阳光露脸的好天气 但是好天气一天而已 请您把握 因为周日开始呢 又一波的冷空气南下了 到时候东北季风会再度增强 但是这一波东北季风 没有像我们现在感受到的 这一波那么的强 所以影响的这个范围 大约就是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中南部地区 这个周末假期 天气都是十分晴朗的 警戒明天各地的温度 要提供给您 北部地区明天一整天 还是比较湿湿楼楼 湿湿凉凉 白天高温 21到22度 中部地区呢 是可以看到阳光的好天气 但是日夜温差大 南台湾的部分 同样的状况 清晨的低温 只有19到20度 东半部地区 宜兰降雨几率偏高 来到90% 里老地区 明天白天高温 15到23度流域连江 可能还是会标出 全台最低温 以上就是这节气象 这节气象 太厚了 还是分析费